就是陶太郎現在已經被妖怪抓住 那陶太郎被要求要做三種犯法 那要記得我們等腰直角三角形的直角是在頂角的位置 所以頂角等於直角 那直角畫出來兩個腰是不是你決定長度這邊也跟那一樣的長度 所以等腰三角形就直接出來了 所以記得等腰直角三角形的重點 你的頂角是直角 你在畫的時候老師發現一個問題 老師我這邊量出來公分數公分數我都確定了 但是為什麼我跟上面的三角形還是有點差別 你在檢查的時候假設這個是六公分這邊是八公分 這邊也是六公分這也是八公分 但是為什麼這邊的長度不一樣 你在檢查的時候有沒有發現這個問題 為什麼 你這個角度根本沒辦法確認啊 知道嗎 你說老師我眼睛看到好像直角 但是他有沒有可能 91度 92度 93度 有沒有可能 所以老師既然我在沒有角度的過程中 那我要怎麼算這個題目 我們說站在湖泊上 你站在湖泊邊 下面是不是有水 對不對 那這時候你是不是站在那邊 會看到跟你長得一模一樣的人 高度長度跟你長得一模一樣 那我們想像這條線 就把它當成湖泊的邊界 那下面這邊有多高 下面是不是也多高 好 所以是不是長得這樣 所以老師來量一下 這邊到這邊的垂直距離是多長 好老師我量一下 好這邊到這邊 好 十公分 所以我是在往湖泊下一個幾公分就好 繼續延伸幾公分 這邊十公分 下面這邊十公分 因為老師要做一件事情叫倒影 知道嗎 老師要做這個三角形的倒影 那三角形的倒影是不是跟原本的人是長一模一樣 只是左右顛倒 一樣垂直下 十公分 好 這時候是不是代表這裡跟這裡的高度是一模一樣 再來做一件事情 OK 那聰明的你一定發現 這個的長度是不是跟這個的長度一樣 倒影倒過來 對不對 那這個的長度是不是跟這個長度一樣 三個邊都一樣長 那這個角度是不是就不用畫 記得喔 三個邊一樣長的三角形就是全等三角形 極小便 什麼